在应用里面我们可以去添加一点全局的数据 这些数据可能会来自你的应用的后台 或者是一些外部的服务 你可以在小程序的生命周期方法里面去得到这些数据 然后再把它们作为全局的数据 在注册小程序的时候去给它一个global data 用它来表示全局的数据 里面我们可以先随便的去添加点东西 比如说greeting 对应的值是hello 在页面上我们可以得到小程序的实力 这样的话就可以去访问这个小程序里面的全局数据了 比如我们先打开这个index页面 添加一个app 它的值可以用一下getapp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会返回小程序的一个实力 注册页面用的是这个page 在给它的这个对象参数里面 我们可以添加一个data属性 它里面的东西就是页面的一个初始数据 添加一个grading 对应的值就是小程序里面的 global data里面的grading 现在我们可以在页面的试图文件里面 去用一下这个页面上的这个grading 这样的一个数据 现在我们可以在页面的试图文件里面 去用一下页面上面的这个grading这个数据 这里我们可以去掉这个静态的hello 两组大括号绑定一个数据 里面输出的就是页面上面的grading这个数据 保存一下 你会看到首页上仍然会显示一个hello 这个hello就是页面的初始数据里面的grading属性的值 这个属性的值其实就是小程序的全局数据里面的grading的值 明镜需要的介绍 在思想和也学习 如果我们是一样的 我们自贵的磯